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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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一些草坡 所以是根据他这个现实条件来挑选艺术家 借力施力 你要借力 当然你如果跟他抵抗的话 你的作品力道就会不见 只有少数一两个 可能像那个比较大的光环境 就是要跟他做比较多的一个讨论 因为他是涵盖整个展区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比较多的一些思考 其实他们的成果也是蛮令人压抑的 压抑不是那个可怕 他们都很认真 然后在尺度上 我就怕他们做小 因为那个场域太大了 然后我怕他们做小了 那其实都做得很不错 这些艺术家来做作品 包括他们做作品之前的时候 我对那快递的一个想象 然后你怎么去融入精神性的这一部分 所以刚刚前面讲的挑选艺术家 也是要了解他们的 他们个人的一些精神本质 至于说他们驾驭他们作品的属性 我们当一个策展就应该要充分地相信他们了 我是希望他能够是回到人本的艺术的美 因为科技年代了 所以很多包括数位很多都是很快 就来不及停下来去看的 然后属于内心那一部分探讨的 好像就慢慢示威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灯区还能够有那种调性在 当初台湾灯会开始有艺术灯区这种模式 是从洪文老师策展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它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转折点 就是出现不止原本传统的工艺的大型灯的展示之外 就是第一次在大概2005年 有艺术灯区这样子的概念是洪文老师带出来的 还没现实合并议之前 台湾灯会有在台南办过 那隔一年合并之后又在台南办 那时候也是洪文老师策展 所以就是睽違了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又回到台南 那就是再找到洪文老师作为策展人 我觉得应该是相对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的那个副作 他其实也是跟洪文老师在那时候 也算是有革命情感 他们那时候也是一起策艺术灯区 所以我想在理念跟对台南的这份感情 对所以我觉得算是非常有历史意义啊 就是重新在李孟娘的公园这边 它整个更大的规模来举行 然后成为就是这次的那个安平灯区 台南400的一个主题的策展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用个更单纯 回到自然的心情来享受公园这个环境 跟艺术家想要呈现给大家的艺术品 不像传统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是灯笼的形式 或者是热闹喧哗的样子 它应该是一个用比较沉浸或者是享受的心态 就是包含整个环境一起去享受这个作品 对因为我觉得艺术家在针对环境跟作品之间的关系 他们花了蛮多心思的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沉浸的心情来体验这个艺术灯区 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 对 在一开始在场刊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量体还蛮挑战的 因为那个时候去场刊的时候是从安逸桥、成天桥到望月桥 它将近两公里多的一个距离 要放这么多的作品在里面去把它撑起来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在走那条运河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它真的很漂亮 很适合在作品在那边去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用媒体艺术的作品来创作这样 而且我们当然也知道台南是 其实是全台湾最有文化历史的一个城市 那条运河其实它也承载了不管是从以前的贸易 或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表现为在一些文化交流上面的 我觉得很适合透过一些光影的艺术或是一些媒体艺术、新的媒材 在这样子有文化底蕴的城市里面去表现 其实我们在策展的时候除了说整个运河的长度是一大挑战之外 就是要如何串起这一个灯区 然后每一件艺术家的作品 它是在讲述一件事情和光网是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不太容易 但最后面我发现每个艺术家他针对这个运河 针对台南跟灯会这样的关系 其实是可以紧密扣在一起 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灯区它是可以从安逸桥的方向往望月桥的方向走 这十件作品可以是一个有叙事性的 甚至说从望月桥到成天桥是安逸桥用反过来的方式 它也可以成为是一个诉说的故事 我们透过一个类剧场的形式 他走在这个运河旁边 他边看边欣赏边往前走 他就好像在演一个戏给你看一样 透过光影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我们也把观众他可能走动的时间计算进去 他从第一件作品看完之后 走到第二件作品的时候 第二件作品就开始演出了 然后看完第二件作品往第三件作品走的时候 第三件从望月桥也开始演出了 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是蛮有趣的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个运河里面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表现 我自己觉得可以给观众一个很有趣的体验 很棒的体验 其实当然用科技来当媒财 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是很陌生 因为黑川互动媒体 他本身就是一个透过媒体科技来创作的一个团队 再加上我们这次找的艺术家 他们其实都是当代很年轻也很杰出的艺术家 所以我觉得反而挑战的可能是 对于这样子的城市 我们如何呈现其后的方式 让它可以成为一个不但有历史文化意义 它也可以是很创新很前卫 然后有后期之秀去承载那些很经典的前辈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给台湾或是给台南的市民看的一个灯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 它可能有一点点实验性 它可能有一点点所谓的科技感或是AI这样子的元素在里面 那在这样子有文化性 有历史地域的城市里面 它跟这个新的东西去做一个碰撞 让你可以再感受一下生活跟你自己跟这个运和之间的关系 城里有光的概念讲的就是台南的光 来自于它的环境 人文及丰厚的历史 我们整理了台南四百年所拥有的一些重要元素 譬如盐田 凤凰木 庙宇文化 山海 巷弄生活 传统产业 及众多的职人 还有未来科技 在这里以光作为一个媒材 艺术家 藉由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 来呈现台南的美丽 总共有十五件作品 这灯区从五条岗的故事开始 我们以台南市中心的重要发源地 五条岗的河道 作为灯区观赏的路径 那并引用了地景的方式 将作品与现地串联出场域港 配合艺术家的创作图像 以线条绘制出更立体 更大面积的空间氛围 这五条岗 它其实每一条港道都存在不同的民生货品 那所以它各自有它的任务 那到后来才汇集到运河来 所以它也是台南的很重要的历史的河道 其实城里有光在作为灯节 这个形式 事实上是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希望大家 透过这个城里有光 在里面看到台南的很多的特色 我们希望观众进到这个灯区来 感受不一样的灯光的气氛呈现 同时在这个灯区里面 来感受台南不同的那种美丽 台湾灯会 大家知道是一个国家灯会 国家级的灯会 所以说它的一个知名度 它的一个吸睛度一定是最高的 上一次我们台南主办台湾灯会的时候 是2008 你看那时候你也还小我也还小 所以好不容易现在迎来了台湾灯会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 然后把它再创新高 对我来讲台湾灯会在台南2024年 每一个灯区都好 安平灯区跟沙伦灯区 安平灯区是它有历史的传承 因为它是最早台南发展的地方 沙伦灯区是最晚 这是最近几年才发展出来的高铁战区 所以说它象征的绿能科技 这边象征的历史传承 在台南 其实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俗活动 比如说月经港灯节 月经港灯节它是在水面上 当初我们在整治 为什么叫月经港 一辅二路三蒙甲四月经 月经港就是盐水 非常非常地漂亮 每不生收 而且已经打出了知名度 有它的品牌在那边 但是在市区内还有没有 市区大家记得普济店 普济店它那个灯会非常非常地漂亮 而且是由民间开始 那是人家民间自己发展出来的 那它请很多艺术家、老师、学生 漂亮到什么程度 连日本人都来索取 你们那普济灯会有展过以后 灯来来我们这边展 所以不只是丁杠五名 现在一杠五出名 是已经扬明国际到日本的晴空塔了 除了我们的灯节之外 灯会之外 我们白天有台湾国际兰展 因为我们蝴蝶兰 台湾占世界的产量 蝴蝶兰占三分之一 这是台湾之光 那台南占台湾的二分之一 所以世界每六朵 蝴蝶兰有一朵是台南种出来的 白天看兰花 晚上看灯花 那嘴巴吃的好吃的美食 K-Luke就是一个 世界知名的线上旅游平台 它评选为台湾灯会是 全世界四大最值得去的 CNN是一个国际媒体 它评选台南是全世界 2024最值得拜访的 24个地方之一 全台湾只有台南入选 国家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y的Traveler 它评选台南成为 2024年全世界 30个最酷的景点 全台湾也只有台南上 台南的美 灯会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需要你白天晚上细细品味 米其林必比灯 台南有36家 米其林入选有20家 加起来56家 很多台南人 你问他最好吃的是什么 每个人大人都不一样 其实都是美不生抽 唯一的就是不要吃太胖 下一个100年我们都碰不到了 台南300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 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了 不过 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时候做好 将来台南500的时候 即使我们不在 但是我们的子孙也看得到 那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群策群力 从舟共计 那非常感谢大家 那上次我们有办过通事的训练 那今天是比较食物上的一个 食物上的一个 勤前的一个教育训练 所以大家的讲义是黑白的 那等一下的 大家可以看黑白 看看我们的那个简报 简报档是彩色的 这一块26公顷的停车场 那这边有包含我们的贵宾停车位 民众停车位 还有工作人员停车位 所以简单来说 为了让围棋37天的灯会 能够顺利举行 本次灯会共计招募约1800名职工 除了接受相关专业训练课程以外 更要提前了解 本次灯会的两大灯区 所有活动安排 以及工作内容 预防活动中 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 在课程后 每一位职工都收获满满 并且已经准备好 迎接来自世界的旅客们 展现台南的热情 台湾灯会 它是台湾非常非常简典且重要的一个活动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除了兴奋跟期待以外 特别今年台南是400年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紧张的 会希望可以好好的把这次的作品给做好 这次两件作品希望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它是比较浪漫且失忆的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其实是会希望它的互动性高也比较亲切 因为像台湾灯节这样户外的展出 那它其实是跟民众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所以在思考的时候也会把环境 还有跟民众的关系给考虑进去 在尝试跟掌握这些媒材的时候 有试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那我自己创作上我很习惯会去跟作品沟通 其实也不是沟通而是不会听作品 后来选用一个灯泡抛状一个水滴状的 其实也是想要去贴近现地的一些特色 例如说可能有点像有人在垂钓 像在钓鱼的感觉一样 那其实很多是从日常生活之后 到平时累积的经验 蛮需要去考虑现地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和状况 当然因为要考虑它的稳定性、安全等等问题 所以有很多很疯狂的想法 其实是需要去多考虑一点 我们之前五年前 我们就开始在台南这边做一些田钓的工作 就是我对城市怎么开始的这件事情 其实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你有想过台南是怎么开始的 人在这个都是空旷地方的时候 会想说那我们要在哪边停留 那可能是一棵很大的树 所以大家可以乘梁 所以开始大家就在那个树下面聊天 然后慢慢就会有摊贩过来卖东西 那可能他们就会盖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信仰的小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慢慢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聚落 然后这个聚落完成之后 它就会慢慢开始往外拓展 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其实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我是不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城市 怎么兴起的过程把它变成一个作品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 我们可能我们不是属于在农业时代 那我们可能会想要祭拜或想要祈求的东西 就会跟之前有些不一样 那我想要把这个历程 就是把它呈现在这个新陈记里面 我们在计划里面用了五万多颗灯泡 我们要如何让这些灯泡去 在有限的那个像素里面能够表现 其实就是有花了一点时间去做测试 其实现在的人很少进程跟出程 我们现在在远离家乡的时候 可能感受的是飞机场或是火车站 可是以前人出程或进程就代表他要离家 或者是他有收获要回来 我们希望可以有点接地气 然后有点回到以前人进出城墙的那个体验感 听到的时候当然很开心 那就会开始发想说 我的作品到底用什么材料来呈现台南 这件事情上面的了 然后跟农作物或者农产品有关系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雪白的东西 那当然是盐田 所以是往盐田这个方向去发展 开始来看场域的时候是一个自宏词 然后它是一个凹型的 那我第一个想法说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场域了 因为基本上通常我们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 做得很大的时候 将近五十米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人是平的 所以他作品永远只是看到某个角度而已 可是他是有一个凹陷的话 有一个曲线的话 人站在最高点的时候 两边都会可以进入到整个立体的作品的方式 甚至说人的走动在里面流动性 或者是人跟那一件作品的互动 你都会在至高点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会让人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蛮喜欢的 相较于所谓大自然下雪的时候 那是天然出来的 那盐田的话基本上是有人去做 制作盐的这一块 那应该说台南刚好有一块 这么地理环境很适合制造盐的一个地方 那制造盐这个东西跟我的作品很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它有人的意志力 所以人的意志力是说 怎么样把海水堆砌起来 然后更做 然后再把它变成雪白的一堆的盐山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那我的作品是用五十万根竹签去插出来的 我想要想象的就是说 怎么样跟盐的颗粒 每一颗都是盐的颗粒 然后在五十万颗的颗粒里面 呈现出盐田的那个自然的美景 再加上说它是一个凹形的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天体的概念 那就好比说我们在看一个盐山跟那个海水 然后倒影的时候 它会有倒影又起伏高低 这样子 那我很高兴说做盐田的这块的时候 它呼应到我创作最根本 就是人的意志这件事情 跟这些做盐的人合在一起 那我们在弯腰的时候五十万次 在当下就想到自然的人最有才了 我可以想象说 在盐田工作上面的人 在跟老天做这种抗衡的时候 其实是很辛苦的 能够理解 我自己做所有的作品都是一定跟空间有关 因为我觉得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 因为你做一个作品一定要跟空间有绝对的关系 不然我觉得它好像都成立也没那么有意思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了解在哪里 那当然大概知道是一个空地以后 因为它条件是这样嘛 那就当然也会去想说 那怎么样在 就是说这么多作品里面 你怎么脱颖而出 台南我们都知道 可能最多人知道也许就是小吃 对不对 可是其实台南的庙很多 那后来我就在想 那你今天 就过年 那台南又有这么多庙 那你说今天又龙年 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能看到龙 因为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神话的故事 我们没有人真的看到过 那还有为什么这么多神 对不对 那我们好像也看不到 所以我就 因为有这么多庙 好像它在 可是我们又看不到 所以我就在想 那我怎么去做一个能像开天眼的方式 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有这个 穿戴设备以后你就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就用这个概念 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个 用扩增实镜的方式 去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就想那我怎么去开启这个众神之门 因为它是众神之都嘛 那所以我做了一个 就是让大家穿越过这个门 你就可以看到龙的或凤或是各种神明出现 对所以你就像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我觉得文化其实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说其实一个作品可以好好去品 就像我这里面又做到千里焰顺丰尔 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的千里焰顺丰尔就是另外一种形式 它带着一个巨大的耳机在收听 有没有是顺丰尔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倒比较希望大家就是透过一个作品去看一种传统文化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生命跟表现方式 对而不是只是一堆特效 对因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透过这个我们再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灯会有时候是针对晚上的一个展演活动 那我们这件作品其实它在白天因为镜面材料这个关系 所以它其实在白天本身就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的外观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作品在白天跟晚上都有它不同的面貌 那因为我们运用这个特殊材料其实它白天虽然呈现是镜面 但是晚上其实光可以透过这个镜面材质 在呈现光的色彩或者是展演 在跟结构技师做讨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外层 作品的外层用了大概接近3000片的镜面雅颗粒 然后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外面的皮层是一个活动的时候 当初结构在做计算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非常担心说正风来的时候 应该说结构我们分内层跟外层 然后内层的部分 我们必须先做一次非常稳固的主体的本身的结构 然后这个结构 因为我们又要有人在里面可以去走动工作 所以它就会在整个结构上 我们又不希望做到太粗框 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做得太厚重 又希望很轻易说我们用了 我们结构其实最后用了很大量的斜撑 最后把所有跟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具象 跟抽象的展演全部回到光本身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橙枪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是透过作品硬体的外形去呈现 最后我们是透过光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在我们夜晚的那个灯光表现模式里面 有一段就是 你会从我们的灯光的阵列里面去看到一个 层的异象 而且它是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最后为什么称它为无线的地方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灯光的展演里面 它可以是无线的 我们想要做任何的效果其实都有机会 随着灯会将醒 艺术家们陆续赶工 每项作品都是他们无数心血的结晶 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无尽的想象 这是一场匠心独具的赛跑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灯光盛会 长官们也在开展前实际走访两个灯区进行试查 一步一步确认展区的所有动线 也用心踏访每一件作品 这是区外的机车 然后进入进行试查 区外的机车够吗 够 下夜会有 童鲜iser 对 3 7 1 3 2 2 2 灯會進入最後島水 策展人進行兩大燈區開展前的最終驗收 從展示、設計、布局到線路等各個方面 進行深入的探討及檢視 以確保每一件作品都能夠以最好的樣貌呈現 隨著驗收的圓滿完成 燈會即將敞開大門 期待與眾人們共同見證 這場燈光藝術盛宴 燈會能夠順利舉辦 除了所有參與者的努力和熱情之外 更要感謝各界的慷慨支持 不僅讓燈會更加豐富多彩 也為參與者和觀眾帶來了更加精彩的難忘體驗 在開幕典禮的前一天 還有一項重要的燈會傳統活動 采接為隔日正式的開幕儀式暖身 邀請到國內外各大表演團體 在街道上進行表演 讓參與者和觀眾都能夠在歡樂的氛圍中 度過愉快的時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臺灣燈會不只是國人朋友 每年期待的盛會之一 也是臺灣觀光的一大招牌 吸引了許多外國朋友 台南深厚的文化頂域 我們現在所在的高鐵燈區 則是象徵著台南的科技和未來 此時此刻 我們能相聚在這裡欣賞美麗的花燈 不僅意義非凡 更是我們台南人感到非常珍惜的 五 四 三 二 一 開燈 還有一 三 小家 誰的三 四 三 三 千、四 三 sant 天正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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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4 台湾灯会在台南 我们很骄傲但是也很谦卑地跟各位报告 我们做到了 也再次感谢观光署署 再次感谢市府同仁 再次更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 以及同仁们的努力 我们的志工的奉献 以及大家辛苦工作的成果 因为你们的努力 2024 台湾灯会才会如此璀璨耀眼 也因为是你们2024的台湾灯会 才如此的顺利与圆满 2024 台湾灯会在台南 2025 台湾灯会 我们桃圆见 2020年葫芬 we pasa 本身的秘密 的是蔥 是 外面 季 ic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